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沿街叫卖甜点花生汤 由于用料足味道好 渐渐有了名气 当时没有铺面 那么50年代以后开始落脂于此 一直经营到今天 我们店现在是全中山路上 从50年代延续经营到今天没有一组的店铺 唯一一家的 可以这样讲 1994年 黄泽河通过国家商务部认定 获得国内首批中华老字号称号 2001年 黄泽河开放了品牌加盟 如今在省内已经有近百家加盟店 蔡菲菲说 虽然黄泽河的生意一直不错 但是以前满大街都是老字号 对一些没有做足攻略的游客来说 很可能看到这三个字就进去了 对哪家才是真正的老字号并不了解 甚至就错过了 这对厦门老字号品牌其实是一种伤害 不过 厦门老字号保护发展办法是时候 明确了厦门老字号认定节管理工作的责任主体 解决了认定主体混乱 工信力不足的问题 此外还规定了擅自使用与厦门老字号相同或者近似的字样标志 或者其组合的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这也让老字号的经营者更有底气 就我们观察来说 以前大街小巷里面都很多某某老字号 地方老字号 但是这个保护发展出来以后了 这些老字号要消失掉了 我们原来曾经看到过某某这个什么什么社会机构 什么什么调查机构帮盖个章子 我认定你就是老字号了 然后他也贴在那挂在那 结果工商部门去查处的时候就很困难 那么现在我们有了法规很简单了 你只要敢说这三个字 我就要找你 你是不是我们法律上规定的那几个条款上规定的 那个商务部官部的那个中华老字号 这个这个省上公布的市老的那个省老字号 和我们厦门市的这个厦门老字号 如果不是 对不起 我就不用审查别的了 我直接就可以处罚和追究了 所以最近有很多曾经挂得很明亮的老字号那些牌子 慢慢被摘下来了 毕竟风雨沧桑 千锤百炼的老字号 不仅是城市历史变迁的见证人 城市文化与民俗的融合者 也是城市中文化与情感的根 据粗略估算 厦门能追溯到的老品牌有14000多个 大量的老字号因为没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已经淹没在历史进程中 有些老字号因为城市改造拆迁 导致祖庭被迁移而消失 还有一些老字号因为品牌弱化 人员老化 创新意识不强 以及招工难 电租柜 传统手工艺 无人继承等问题而陷入了经营的困境 作为全国首部由人大代表联名提出 并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审议通过的法规 以及全国首部促进老字号保护与发展的法规 厦门老字号保护发展办法涵盖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老字号的概念进行的定义 强调了责任主体 对市区政府及行业协会的职责给予了界定 二是规定厦门老字号申报和认定的标准和程序 三是提出了保护与创新发展的扶植措施 四是明确了多种损害厦门老字号信誉行为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可以说此次厦门老字号保护发展办法 不仅仅是要给老字号挣身 更是要在帮扶老字号发展上下功夫 七线雕是闽南地区独有的传统工艺 形成于明末清初 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是古代佛像雕塑艺术的一脉 早期被称为七线装佛 同安马相镇的蔡氏一门 是闽南地区七线装佛行业的佼佼者 迄今共13代从业 2006年蔡氏七线雕被列入国家首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010年蔡氏七线雕获得了中华老字号的称号 不过由于七线雕工艺流程复杂 不易掌握 也不属于大众消费品 加上现代机械化工艺对手工艺的冲击 蔡氏七线雕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其中之一就是产品被山寨被仿冒 甚至有人会以树枝为原料 快速加工而成 外行人凭肉眼很难分辨真假 张学平说 真正的七线雕作品以天然植物大西为主材 有盘 缠 堆雕等数十道技法 工艺的全过程均为手工制作 从设计造型到贴金 最少需要一个月时间 多则要数年 而树枝翻模的所谓七线雕 采用机械化流程 一天可以生产一吨 这就意味着可以有上千件成型作品 工艺剥好的作品 两三年就会出现变色或者氧化脱落 而真正的七线雕 几百年都没有问题 一般外面做的七线雕的话 它们在龙的处理上相对比较粗糙 只是一个让大家直观一看的话 像一条趴在上面的龙 没有任何动态的感觉 那菜式线雕做的龙的话 实际上它在这个 它有基础的这种底线的话 还用盘龙头的概念 使整个龙的造型的话 神态非常活灵活现 张学平说 很多人基础到伪劣品后 对七线雕产生的误解 认为品质不过如此 不过随着厦门老字号 保护发展办法的出台和逐步完善 张学平觉得 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颁布一年来的话 我总觉得我们的相关的部门 是有起到的一定的促进作用 大家对老字号的关注力更高了 张学平说 工艺品大多取高和寡 有很多都是私人定制的 拓展外地 甚至海外市场对他们的发展来说十分重要 而去年颁布的厦门老字号保护发展办法 就将大量篇幅放在了老字号的保护发展上 提出是商务旅游会展等部门应当组织引导厦门老字号参展 支持厦门老字号通过连锁经营等方式开拓市场 今年厦门老字号协会也组织了多批企业到全国各地参展宣传 而2017年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也首次设立中华老字号专区 全方位展现老字号品牌的商业文化变迁创新与传承 我感觉这种形式的话也是促进保护老字号的一种手法 政府应该跟社会各界都应该共同地来把这个平台搭建得更好 使中华老字号有在更好的平台上面继续展现他们各自的风产 关于老字号保护的话题 我们来关注一下互用平台上网友们的观点 老字号是积淀了深厚文化底蕴的品牌 也是城市经济发展历史的见证 保护老字号就是保护我们的文化精髓 过去中山路那一代到处都是打着老字号旗号的小吃店欺骗消费者 现在这种情况比较少了 老字号我从小吃到大如果没有保护好 不管对于市民还是游客来说都是一种困难 成了许多市民和游客深入了解它的障碍 因此与旅游产业相结合 做好老字号急剧发展 是当前老字号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 厦门老字号保护发展办法出台后 厦门老字号协会积极与厦门各区联系 打造老字号特色商业街 汇聚各类老字号店铺 引导特色产品和服务急剧 带动老字号抱团发展 未有鸭面线 无招制薄饼 新旺旺汤包 绍子牙鱼丸 阿德图损洞 这些厅就让人流口水的老字号厦门美食 过去分散在厦门大大小小的街巷里 如今食客们不用走街串巷四处寻觅 就能够在厦门老字号美食城里品尝到 想让参与的美食爱好者 和一些市面办法来的游客 能品尝到地道的厦门菜 再一个就是想要把我们老字号的传承 给发扬光大下去 感觉把美食汇聚在一起 就是我们外地人来到之后 也不用刻意去找 集中在一起 吃东西也挺方便的 挺好的 世贸商城五楼的厦门老字号美食城 正是在今年五月 厦门老字号保护发展办法 正是实施的同时 开门迎客的 这里营业面积达两千多平 由未有协联厦门老字号协会 共同打造 整体装修延续未有一贯的闽南风 红砖绿瓦间各个老字号品牌摊档 一字排开 重塑出古早即逝的热闹场景 1986年就开始在 同安经营手工汤包的新旺旺 是厦门汤包界的老字号 其汤包皮薄馅大 肉鲜味美 是许多同安人舌尖上的老记忆 店长林斌介绍 入住老字号美食城后 店铺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不过记者在现场也发现 有一些游客只是匆匆路过 把这里当成一个方便的就餐点 对厦门老字号其实并不十分了解 而走访中 有些本地市民还不知道 这里有这么集中的正宗老字号美食 对此厦门老字号美食城负责人介绍 接下来除了继续引进老字号商家外 美食城也将定期举办活动 让更多人了解传统美食 一段时间我们就举办了一场 对于小孩子来讲 举办了个薄饼 包薄饼 我们教小孩子 就说擦薄饼皮 然后炒菜 自己顿手去包 我们想说定期会举办这种 这种形式的活动 让吸引广大的群众来参与 将老字号品牌汇聚在一起 集中经营 游客无需再忍受各种 冒牌老字号的坑片 也无需费时费力去寻觅 地道美食 无论对商家还是消费者来说 都是一种双赢 除了世贸老字号美食城外 本月初由厦门清工集团旗下的 厦门清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打造的 专注于推广闽南地道 明小吃的沙坡委 吃饱美食城正式营业 这个美食城是目前 五市聚集最多老字号小吃的 综合美食旅游项目 截至目前已正式签约 商户45家 其中中华老字号商家18家 20年以上老店22家 走进厦门鱼竿油厂的旧厂房 这里已经变身 闽南名小吃聚集地 珍珍海地间 用春石谷白鸭汤 绍子牙鱼丸 乌土煎包 大方素食等 40多种闽南特色峰会小吃 让人应接不暇 虽然开业时间不久 记者看到 来这里品尝美食的客人 已经是络绎不绝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挺方便的 就对我们市民来说的话 可能一站是吃到好多东西 像有时候想去吃那个 漳州的或全州的 我们都得开车 跑到很远的地方去 而且很多店 它其实是属于很深 就是深像里面的 有时候我们想找的话 都不一定找得到 我们这次主要是一个 闽南的这个口 下张权的口味 我们的门槛比较高 就是至少要20年 我们的这个经营 或者是说 它有被评选为中华名小吃 或者是省地集市的名小吃 我们要求他们就是说 要做到能食材 从原产地进到我们的吃饱 然后让来吃饱的游客 和厦门的本地人 都品尝到当地的 他们的特色 在沙坡尾吃饱美食城 记者看到了不少 厦门本地的老字号品牌 对于入住后的发展前景 他们都充满了信心 很多人他是因为吃素的 然后有的来美食城 他又没得吃 然后我们就考虑到 这些人群 能让老字号这个品牌 让更多的广大士兵 知道并且了解 弘扬这个美食文化 我们要顶住的这个品牌 怎么样传承下去 让更多的人知道 古老的做法是什么 厦门老字号 保护发展办法出台后 老字号的生存环境 更加规范 良好的投资环境 也吸引了不少 外地的老字号品牌 来下发展 厦门在对这个老字号 保护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进入厦门这个市场 也更加的放心 我们已经显现的就是招商引资 云基厦门 云基厦门他们其中一个说法 就是厦门有法力的保护 厦门假老字号 无假老字号的生存空间 至少是不敢公开生存 据介绍 接下来斯敏海仓同安等地 还将逐步建立老字号一条街 老字号商圈党 那么马上的话 我们还要在路江道 地下通道 还准备再搞一条老字号街 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些 更大的一些规划 就是为厦门老字号的发展 提供市场环境 不过业内人士也指出 厦门的老字号企业 虽然具备了一定规模 但在规模产值 记忆传承文化内涵方面 和江浙 北京 上海等地的 老字号企业相比 仍有较大的差距 接下去 厦门老字号协会 也将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 进一步规范厦门老字号管理 挖掘老字号品牌文化底蕴 并引导老字号与电商平台对接 支持电商平台设立老字号专区 集中宣传 联合推广 改造提升老字号 深度挖掘原字号 培育壮大新字号 这恰恰是我们老字号 要做的这种方向性的东西 我们老字号企业要改造提升 我们正在做他们改造提升的工作 比如说要转变他们的电商 我们带着他们做电商的方式 那么我也希望政府来支持他们 来提升电 通过电商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 能够升级上去 我们准备做他们的那个 老字号的那个 那个那个创新创业区 对吧 这种创新创业区 它可以能够帮助老字号 开发更多的品牌的附属产品 能够改造提升他们的技术概念 朱奖怀认为 时代在变迁 社会在发展 老字号不仅需要传承和坚守 也需要开拓创新 深入研究市场 不断提升品牌价值 我们希望了就是现有的老字号企业 要紧跟现在或者叫现代商业运营的这种基本模式 要靠上去 比如说线上线下一体化 比如说精准服务 比如说这个抱团发展 等等方面 好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互动平台上 网友们的评论 创新是企业产生不老的源泉 老字号企业必须强化自主创新意识 创新人才管理机制 更新经营观念 壮大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我认为让整个社会形成保护老字号的氛围 是非常重要的 相关部门应该继续加强对老字号企业的保护和扶持力度 给老字号企业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 好的 感谢网友的互动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匠人匠心百年传承 一个个响亮的老字号 蕴含着无形的商业价值 更是城市记忆的烙印 承载着挥之不去的乡愁 我们希望厦门老字号保护发展办法 能够得到持续有效的执行 也期待着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让厦门的老字号 能在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扎根生长 不断书写他们的传奇 好的 感谢在互动平台上参与互动的观众朋友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撒一撒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官方微信和看厦门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 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